疫情冲击 世界每一个国家都在努力提振经济 我们台湾何尝不是呢 今天行政院院长提出了三倍券 花一千买三千块等值的这样一个三倍券 7月15号要上路 明天我就来讲这个大主题 你到底要去哪里买 然后折扣哪些的店家 夜市可不可以用等等 不过今天聪哲请上来 聪哲要帮我们负责的中介人专家 要讲的是原来政府也帮14万多名 在届的毕业生想办法 帮助毕业生进入职场找工作 可是聪哲是哪六大措施呢 来带大家看一下 那第一个措施就是多研就业博览会 那这个方案主要是针对防疫 然后结合线上的一些功能 那五月已经开始结合大专院校来推动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青年就业奖励计划 那这个是针对就是说希望刚毕业的青年能够稳定就业 然后给他一些激励 那第三个就是特定行业就业奖励今天 那这个部分是针对营造业还有照顾服务业 以及就特定的制造业 OK OK 那这个呢 产业新兼兵计划及学习奖励金有什么 那这个部分的话主要是针对这个就是学址的一些 就是扩大他的一些学习能力 然后能够学习一些 就是说能够提升他的就业一些能力 我听不太懂 什么是怎么样 政府要怎么去帮毕业生要提升他其他更多就业能力 这个部分就是类似值钱训练的意思 可是他会先帮他找到比如说友达台积电 他已经摆明说那相关的训练 那你来上课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是透过一些譬如说法人来开课 然后替这一个譬如说一些目前在找寻工作的一些青年学子 然后来让他提供一些课程 他提升他一些就业前的一些能力 这很赞 如果说毕业生毕业之后 从此我确认一下 毕业生毕业之后 然后反正政府已经知道说 原来企业需要ABCD能力 所以就把学生说 如果你有兴趣对于金融银行礼专有兴趣 那么六月八号就来上课 这堂课就为你而开 所以你可以先值钱训练这样子 对 就是这样 对没有错 那很赞啊 赶快报名 所以这个兼兵值钱学习计划 这怎么会有奖励金 有钱拿 那这个部分就是说 如果他有就是说录取某些课程 因为他申请这些课程的时候 还要经过一些审查 如果他录取之后 然后在结训之后的半年内 如果他找到工作 那就可以补助八十%的一个学费 训练费用 训练费用 所以政府给他吗 是 真的哦 对 所以你 他帮你学习 还有奖励金 对 奖励金大概是多少 那奖励金的话 他就是说 补助这些课程 他大概最高好像可以补助到十万块 十万块 对 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帮我找工作 还帮我提前先上课 然后还有钱可以领 对 好 太赞了 来 再来青年就业旗舰计划是什么 那在青年就业旗舰计划的部分 主要是补助雇主 那雇主的话 如果有先 就是说先把一些青年聘进来 然后透过一些OJT 就是说 什么叫OJT 带职训练的部分 就是说透过这个企业的老员工 来教导这个年轻的一些新进人员 但是政府会补助这些老员工 会补助这些新进新人 可是是由企业的雇主来来 就是说来顶这些钱 我大概懂意思了 因为呢 该公司老员工要去交新人 那老员工就没办法做自己的工作 所以这个部分的负担 政府帮企业补贴 是这样吗 就是先雇后训的意思 先聘雇你在后面再训练 OK OK 好 那这个还有雇佣青年奖助计划 在雇佣青年奖助计划的部分 那主要是也是就是说 希望就是企业能够维持 聘用青年的一些薪资 能够比如说在2.8万以上 那政府就给他一些补助这样子 好那我们赶快来看 这个六大措施 政府帮助毕业青年早工作之后 我们现在开始来追咯 因为有些的职区我听说 疫情冲击之下 他没在怕的 反而招聘员工更多 哪一些 那譬如说我们最关注的 就是这个运输仓储业 那这个部分为什么 他不降反征的话 他主要是受到宅经济的影响 那有一些外送平台 还有一些线上购物 他都需要物流的一些服务 好我把它圈起来 你看2月3月4月 这边2020新登陆求财人数 是逐月攀高 好再来呢 在第一个再来还有吗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医疗保健 及社会工作服务业 那这个部分主要是抗疫的需求 那他也是逐步的增加了一个趋势 所以他需求人才也恐急 是 这个那我问你 不好意思 宗泽如果疫情趋缓 那这个需求会不会递减呢 那我相信后疫情时代 未来还有一些 包括一些疫苗的研发 一些都是需要 还有一些新的服务都会出现 还有健康新产业 对 健康新产业 明哲准备好了 待会就来追 还有其他的吗 那譬如说这个 包括这个教育业 那有一些 就是说在抗疫的期间 那大家在家 可能会做一些充电 那可能也会有一些 线上教育的需求 所以这三大产业 都是那个利空冲击下 应挺需求人才 比较多的产业 对 就这三个 这三个会比较受到注目 你知道为什么 请聪哲帮大家挑出来 因为如果你现在有孩子 准备要考大学 那么这些的行业 你可能就可以建议他 像这个未来行业需求还不错 你可以往这些科系去考大学 当然更重要是下一张 知道现在的行业 哪些是应挺 我建议麻烦聪哲帮我抓 后疫情时代 比较夯的趋势产业 六大行业帮我带出来 那在后疫情时代的话 那大概会有一些防疫新生活 那会结合一些智慧科技 然后迈向所谓的超智慧科技 社会发展 大概会有六项的一个科技领域 那譬如说防疫科技 那未来可能会有疫苗 医材检测或医疗的物流 或一些疫情的预测 这都需要一些比较新创的人才 而且大家都说这一次的肺炎疫情 恐怕会变成常态对不对 那如果常态的话 防疫科技会再延续下去了 对没有错 那这个呢 那在无人自动化的部分 那未来可能就是说 大家希望不要有实体接触 那这个部分 譬如说在工厂里面 或是一些商店里面 就需要一些自动化机器人 自动化设备或是一些机器人 那这个呢 那在O2O的部分 O2O是什么英文呢 O2O就是online to offline 或是online to online 线上线下 online offline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未来可能 比如包括旅游业 可能会有一些体验式的一些旅游 就是说你先体验之后 那决定要不要参加 那还有一些客制化的餐饮 会结合外送平台服务 ok这个呢 那在数位科技创新方面 也就是所谓的 我们最近最夯的一些 包括AI 5G或VR 这个都需要一些软体 或是研发人才 还有一些资安服务 也需要很多的一些人才 那我问您哦 宗哲啊 这个我有兴趣 是数位创新科技哦 AI 5G VR AR 还有FinTech Financial Technology 就是科技金融哦 这些其实就算没有疫情 基本上都都是未来五到十年 没有夯的吧 对不对 所以这个应该会再延续下去了 这个会加速 因为疫情的话会加速一些 这样的一个科技的一个发展 所以我告诉你 小朋友大学 就建议他念这相关科技 就发了 就好了 没有错 就有机会找工作了 那大数据呢 那大数据服务方面 就是说这些数位科技的创新 背后都有一些数据的流通 或共享 那大数据要怎么把它收集 把它转移成有价值的一些知识 这个是蛮重要 所以会有很多的一些需求 或者人才需求分析人才 那在远距通信的部分 这就直接跟疫情有相关 那未来大家尽量不要 就是维持一点五的 那个social distance 对对 那远距的一些 比如说远距工作 那未来的话 我们的一些工作方式 就是旅游结合工作 vocation这样的方式 那这时候就需要一些 远距工作的一些 包括软体硬体 还有一些content 这样的需求是非常高 还有远距医疗 照顾服务 所以以后人跟人都会很远 台北的医生可以帮 屏东的阿嬷看病 类似这样子 对对 就是远距通讯的应用 有医疗 有照顾工作娱乐 娱乐其实 娱乐要远距干嘛 就这个不是说远距的意思 比如说你拿着手机 随时都可以看到一些新的游戏 然后新的电影的意思 就是说你在未来的工作形态 可能你一边旅游 然后一边工作 然后透过一些 我们的一些智慧装置 线上游戏这些 所以确认一下 后疫情实在 一二三四五六 是六大夯的产业 是没错吧 那未来人才需求 也是绝对旺的吗 大的趋势是这样子 OK OK 好 感谢聪Sir 非常谢谢您 今天中介院的专家 来到我们现场 特别请他帮大家追了 到底行政院推出的六大 帮毕业生的措施 各自是什么意思 刚刚都有解释了 因此先看现在 现在疫情冲击之下 索性还有些的行业别 人才需求逐越往上 您就知道 有些的行业是打不死的 因此最后一张 后疫情世代 六大行业 不要说有没有疫情了 总之未来的期待性是高的 不过刚刚讲到了未来期待性 像这个我就要切入到下一个大主题 来 请看 后肺炎时代 后疫情时代 到底哪个产业会忘了公布答案 就是大健康产业 来 请看咯 明哲请上来 大健康产业 我们非常感谢 国家生计医疗产业测进会 给我们这份的宝贵资料 大健康产业的发展 这个我跟你说 从今天开始 我把这个大主题当作连续剧 您今天播第一集 所有的细项 我待会就都会来说 耳后每一集大概都会说 但是我要问您 之所以会有大健康产业的发展 一定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形态 有些的转变 对吧 没有错 因为这一次疫情的关系 的确造成大家的生活形态 跟过去其实都不一样 变了哪一些 来第一张 好 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就是说过去其实大家 对于那个戴口罩会有排斥 因为说真的其实蛮热的 尤其现在 对 尤其夏天的时候 哇 那个真的热得要命 但是呢 因为这一次疫情的关系 你也不知道你旁边那个 到底有没有感染啊 所以出去最安全的方式是什么 最好就是把口罩戴上 对 热死也好比病死 没有错 而且最好笑的是原本是什么 原本是大家抢口罩 对不对 然后当你抢到口罩 你发现说反正我两个礼拜 可以拿九个啊 现在开始要求什么 要求看能不能爆纹的啊 对 要求能不能那个别的颜色的啊 所以戴口罩变流行 对 没有错 来看第一个这个吧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现阶段其实不只是那种 大家比较习惯的口罩 就是那种一般的那种医用口罩 你会发现这个还有 连那个眼睛一起保护的 那当然还有不同材质的 以及这个应该算是 没有什么防护效果啦 但是它就变成是一种造型 一种时尚 你就会看到 这个明蒙的双眼 没错 再看到你洁白的牙齿 对对对 但是一样遮住 鼻子遮住 所以这个应该是透明的吧 对 所以 不好意思喔 人类十一住行欲乐 将会改变新面貌 变成一个新的面貌喔 其中第一个改变就是呢 口罩变成日后 需要常常戴 必须品 但是走向时尚 这第一个改变吧 好 接下来还有很多改变 来 明哲先请回座囉 先把明哲的口罩 也要戴口罩 是fashion 是一种流行时尚 我在想那以后会不会 Kuchila Elovilla 都来研发他们的口罩 还有新品牌呢 好 总之呢 这么一改变 产值 机会 商机就来咯 赶快进广告 回到现场之后 让明哲帮大家追咯 大健康产业 到底要如何看 它的机会 还有我们相关 社会股政的 找得到吗 则拥 отд兴